短短的没有几行程式 其实就是主要你就是下命令的方法 下命令 就是说你怎么样让以色友听懂你的话 如果你这些语言都听得懂的话 他就可以很自动的帮你做完一些事情 那所以自动的 这边的话 那当然你程式写完之后你会看不懂 那怎么办呢 建议是你做注解 有没有看到我上面有注解 绿色的字是写给自己看的 因为可能你看不懂 某一行程式是什么意思 那我在上面就打中文 那打中文 其实如果要写给自己看 特别注意就是 如果你是单影号 单影号开头的话 那个后面的东西就是写给自己看的注解 所以我通常我的习惯 就是会写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写法不见得要完全跟我照我一模一样 那个写法是写给你自己看的 不是写给别人看的 当然如果你们是一个团队在开发的话 也要写给大家能够看得懂 如果你是写给你自己用的话 那你写给你自己看 你要怎么表达让自己看得懂 为原则 这个就是注解 所以你会发现我上面有写 第一个是我要确定一下 我不是有四算表 四算表一定有一个范围 那范围一定有列 对不对 以后你就先看一下有几列 有几蓝 一定不是不规则状 不可能梯形的 不可能是什么 不规则 有可能不规则 但是大部分都是一个范围 所以以后你就第一个 先确定一下列 几列 蓝 几蓝 再来的话就是跑中间要放的东西 这样就OK 很多东西都自动帮你处理好了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要利用刚刚函数的观念逻辑 跑出一样的结果 那怎么做呢 首先 各位想一下 Cullen